本题为105年指考题 请同学先按暂停键观看题目 看完题目后再继续播放 锂的原子序为3 表示原子核内有三个带正电的直子 原子核外有三个带负电的电子 原子为电中性 题目说 锂原子的两个电子被游离后 变成带一个电子的锂离子 电子吸收光子后 可以由低能阶跃迁至高能阶 反之 电子由高能阶跃迁至低能阶 则辐射出光子 题目说 en n'为能阶N与能阶N的能阶差 即en n'等于en减en' 若n大于n' 会辐射出波长浪打 nn'的光子 反之 n小于n' 则需吸收波长浪打 nn'的光子 首先 来看A和B选项 光波长浪打21 加上浪打32 会等于浪打31吗 能阶差131 会等于121加上132吗 画出能阶示意图 131 也就是电子由n等于3能阶跃迁至n等于1能阶的能量差 131等于13-11 同理 132为电子由n等于3越迁至n等于2的能阶差 132等于13-12 121等于12-11 比较左右两式 等号成立 B选项正确 接着来看A选项 电子由n等于3能阶跃迁至n等于1能阶 会辐射出 会辐射出波长浪打31的光子 电子由n等于3越迁至n等于2能阶 会辐射出波长浪打32的光子 电子从n等于2越迁至n等于1能阶 会辐射出波长浪打21的光子 由B选项可知 131等于132加上121 光子能量E等于H乘以F H为普朗克常数 F为光频率 又光频率F等于光速C除以光波长浪打 光子能量E可表示为浪打分支HC 电子由高能阶跃迁至低能阶 跃迁过程减少的能量 会转换成辐射出的光子能量 因此能阶差131等于光子能量浪打31分支HC 同理能阶差132等于光子能量浪打32分支HC 121等于光子能量浪打21分支HC 等号两边同时除以HC 可得浪打31分支1等于浪打32分支1加上浪打21分支1 与A选项叙述不同 故A选项错误 接着来看C选项 在能阶N等于3的电子无法跃迁至N等于1能阶吗 电子可在不同能阶间跃迁 若由高能阶跃迁至低能阶 会辐射出特定波长的光子 因此C选项错误 在能阶N等于3的电子 可以跃迁至N等于1能阶 接着是D选项 在能阶N等于2的电子 可吸收浪打23的光子后 跃迁至N等于3能阶吗 电子在N等于2能阶时 若要跃迁至高能阶 需吸收光子能量 若从N等于2能阶 跃迁至N等于3能阶 则需吸收波长浪打23的光子 才能跃迁至N等于3能阶 D选项正确 最后是E选项 当电子在能阶N等于1时 以波长9Nm的光子 可将其游离吗 电子在基态需要吸收光子能量 才可以跃迁至高能阶 若要将电子游离 可看成电子吸收能量后 到达无穷远 这里先找出电子 由N等于1能阶 到N等于无穷大的能阶差 接着再计算光波长 9Nm的光子能量 比较两者大小 若光子能量大于2能阶 则电子可被游离 反之则否 多电子原子能阶公式为 1N等于-N平方分之13.6 乘以Z平方EV 锂的原子是Z等于3 电子在基态时 将N等于E带入公式 计算可得 基态能量E1等于-122.4EV 电子在无穷远时 将N等于无穷大带入公式 计算可得 E无穷大等于0 两能阶差为 E无穷大-1万 等于0-122.4 等于122.4EV 入射光波长9Nm 光子能量E等于浪大分之HC 带入题目条件 浪大等于9Nm H乘以C 等于1240电子福特乘以Nm 计算可得 光子能量约为137.8EV 光子能量大于能阶差122.4EV 因此 电子吸收9Nm的光子能量后 可以被游离 E选项正确 本题正确答案为B D E 设计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